乌克兰军队正在加强防御 以防范反政府武装发动全面攻势 他们的防线离卢干斯克州反政府武装控制区只有几个公里 第39营的列兵谢尔盖一马说 他们必须做好准备 我们得到的消息是 我们的人昨天遭到大炮和火箭炮的袭击 这处新检查绍卡的上位指推官 让记者叫他安德里 他说他们弹药充足 但是如果有更多人手就更好 我们是两天前来的 和对方还没有任何冲突 不过他听他们说 他们在这里有小组活动 一组大约有十人 我们得到了这方面的情报 一名乌克兰士兵在一组记者面前 突然向反政府武装阵地打了几发金箱子弹 随后解释说名枪示警 这处岗位经常受到反政府武装火力袭击 一天前还有一枚火箭弹打到这里 不过没有人受伤 自身排击炮手瓦亚切斯拉夫说 他们做好了迎战准备 是的 他们锻炼了我们 让我们变得强大 他们让一切都得到力量 所以我们准备好了 如果敌人来犯 我们可以把他们击退 上尾安德里斯洛塔说 他们有了新的弹药 但是战士们都很疲倦了 到时候了 这种歌舞生平必须结束了 必须要决定究竟是进攻 还是找到某种法律解决办法 让大家回家 或者说把我们的国家还给我们 让大家回家 实在受够了 时候已经到了 莫斯科否认向反政府武装提供武器 他们声称 最近被人看到的向西进发的军车队 只是正常调动 与亲西方的基辅政府作战的 反政府武装担心 正在策划发动攻势的是 乌克兰政府军方面 美国之音 史瑞福 卢干斯克报道